CM Square Sawwadiqup 大家好 又來到CM Square 家欣又有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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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新 各位觀眾 Ulico Ulico 有甚麼特別 香港有太多 為甚麼要介紹它 家欣這個是特別店 而且追蹤一下 次到明年1月22日 即是次到大隨直 即是年三下 年初一就沒有了 究竟有甚麼特別 跟一般的Ulico有沒有不同 看看便知道 首先這間店鋪 進去有花賣 有花賣 這樣的Display方法 似乎不是每間都有 而且還有位置讓你坐 為甚麼人拿著飲料 是因為上面有飲料 買東西之餘還可以坐 不是吧 那便在那裏睡覺 太陽應該不會的 這樣Display方法 似乎又 跟其他人有些不同 但當然最重要 就是在樓上有甚麼花賣 才行 它似乎有些無聊的位置 被一些無聊的人 坐在這裏等 和聊天 當然 在大小來說 就不及得一般的Ulico 鏡頭那麼大 但它的擺設 和Display Display就是擺設 都是有些新鮮感 但很遺憾的 就是泰國 至今都沒有 G.U的牌子 G.U的牌子真的沒有 反而香港也有 台灣也有 沒錯 三樓原來有咖啡店 Ulico的咖啡店 它一系列 得得意義的卡通圖案 系列T恤 這裡都曬小欄 給你們看 這麼多年以來 他們都cost over 了很多卡通人物 經典的一些品牌 最新推出的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我按不出的名字 因為我不是他們的粉絲 但是 Spy 成這個Family 這個我就說得出 因為跟Spy有關 有關的產品 這裡都有 還有一個位置 可以坐在這裡 拍照打卡 咦 有鹹蛋超人 對呀 鹹蛋超人 不過這裡是同裝 你可以DIY 自己設計自己的衣服 這裡的環境真的很棒 真的令我感覺到好像去了日本東京一樣 而這些位置 現在熱日當空 太多人怕曬 所以大家寧願坐外面 那些樓下的無聊位 都不會上來這裡坐 前面的一個人客 就是西方人士 西方人士 喜歡曬太陽 那當然沒問題 而且我也喜歡曬太陽 那就可以坐在這裡 一邊曬太陽一邊喝東西 聽著聖誕歌 那感覺真的以為自己去了東京一樣 這個凍檸茶 味道跟其他一般的凍檸茶有點不同 我嫌它太甜 但無論如何 不要緊 是愛的情懷和感覺 其他還有一些高點發售 不過我就不吃了 這間店 它也有一點獨特之處 至少有咖啡店 還有一些放品 聲稱其他店沒有 但是剛剛開了不太久 估計 接下來也會有些新貨上市 有些新的內容會加入 值得一提 就是這個Center Point商場的下面 鎖3 這個地道的食物市場 又開了 我們向前看看 現在差不多吃飯時間 應該陸續會有人出來吃東西 這些就夠小地道 價錢貴不貴呢 本地人都吃得起 怎麼會貴 都要告訴他們幾錢才行 哎呀 那逐當逐當問什麼 難道 給大家看看 60泰40泰50泰 鬆淡 又有泰式燒雞 價錢都相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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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些 兩順飯三順飯 就算了 Tul Ys Tul Ys Tul Ys 這個在韓國很久 兩碗飯 seinen 50泰50泰兩順飯 Tul Ys 款式都多 如果大家喜歡在地道儲物的話 這裏都是一個選擇 最重要是在市中心 之前有些網民說市鎮 Square 以前的夜市通交很多小販賣東西 都不知幾隻 現在趕走了 真的很可惜 不是趕走了 是安頓他們的意思 你想想 以前整個街都是小販 舉步為姦 有時要找路走都很難 現在全部安置在這個位置 在Send-up Point 商場的旁邊就有這個夜市 這裡年中無休 經常在擺檔 賣的東西 長年旅月都差不多 除此在那邊 亦都有一個所謂的跳早市場夜市 其實是下午都開的 賣的都是差不多 都是類似的東西 都是大同小異的東西 可以一看 是否必到呢 又不是 感受一下氣氛 這陣子 泰國很流行這些螢光物 究竟甚麼人會買這些螢光物呢 真是很螢光的 如果我買來穿 大家會怎樣看呢 這裡主要是買一些鋁裝 據稱部分貨品淘寶都有得賣 其實一個檔口和兩個檔口賣的東西 都是大同小異 而且 全年年中無休 有興趣都是來看看的 雖然在我眼中來說 檔檔差不多 但是 它說它是便宜牌 便宜牌粗口 不能外出的 不過大家可能不太明白 甚麼是便宜牌 即是很便宜的牌 就像便宜牌 說回來 這裡賣的東西 對於我來說 沒甚麼特別 但對於本地人來說 久不久 也有些大學生 就來買那些大學生 不至於通界在白周圍 看不同的產品貨色 久不久來看著 咦 有聖誕東西 便會買 咦 這雙鞋爛了 便宜便在這裡買 難道要價個價 去好地道草根才買甚麼 需要買就買了 是不是這樣說 亦都有 好像東京元宿的薄餅 以前我經常吃 很喜歡吃的 這間又是新開的店鋪 是新店來的 吃日本東西 不過暫時還飽飽的 不吃著 告訴大家有這件事 記不記得這個位置 之前有說過的班冠咩 看看這個賽仔 現在整棟沒有了 變成了GWN 一個充電車的充電位 對了 在這裡便可以充電了 剛才說 有另一個夜市跳組市場 就是這個 現在的主題叫Retrowave 名字便會改 但其實這叫巧納名目 基本上滿湯又不換藥 總管不斷換名 但裡面的檔口是全部一樣的 沒有甚麼改變 日乾日白 給大家看看 年中無休 隨時都找到他們 特別介紹就不多說了 因為都是那類型的貨品 反而看到有招財貓 又看到狗 前面也有我剛才說過的螢光物 所以正如我所說 都是蕩蕩差不多 這檔收拾了不是店主 還未開工的意思 都是類似的 這個我都介紹過很多很多很多次 都不再多說了 反而 看看一間新開的咖啡店 又是咖啡店 你很喜歡喝咖啡嗎 不是的 我猜大家喜歡看的意思 這間咖啡店究竟有甚麼特別呢 你看看 原來是主題咖啡店 喝杯 真是精巧 這間海拆王主題的咖啡店 不是新事物 但是 我一直不敢進來 開了一段日子 每次經過 全部女兒 全部都是女兒 一條老店 好意思進來 但是今天 剛好走 又沒有人下屋 所以進來點影 光顧了一個T-Set 加上一些泰式的糕點 值得一提 這裏雖然是日本海拆王主題的咖啡店 貼了很多海拆王的東西 但是吃的是泰式的糕點 和雪糕 蠻有趣的 我其實都不是泰式的 為什麼海拆王在泰國這麼受歡迎 又有專門店 又有賣衣服的地方 又有咖啡店 莫非它受歡迎程度 更加多拉Amo 和蒙面超人 和鹹蛋超人 因為它的 license 費用價為便宜 這個真的不知道 但怎樣都 這個也是一個 挺好的影相打卡位 紅波波 和它有一個日本的感覺 對 剛才的unico也有一個日本的感覺 這裏也有一個日本的感覺 就是直接日本得不得了 基本上這個Cm Square 現在已經很日本的感覺 對嗎 好 眼前這個 泰式的糕點 它叮熱了給我 噴拿魚乾 又加了一點點甜的味道 挺有趣 好 煙煙很癢 而另外這個呢 就是 奇異果餡 會不會吃到變成奇異博士呢 我怕吃了會變成這個 綠色的毛霸 變成合理多些 這個挺有趣的 不錯 反而這個呢 就好吃 剛才 潘南魚乾那個 但無所謂 來這裏 這裏 是自在 在環境影相打卡的 這個不是普通茶 這個是 鯉茶 熱的鯉茶 不錯 拍攝市場 不差再拍攝車站 Super Beach回來了 沒錯 Super Beach 咦 Super Beach不是這樣 有所不知 所以Super Beach 是這裏的店主 這裏 在這個黃金地段 開一間 整鞋 是修補鞋 修補袋的店 老闆一定是Super Beach 你看一下 在這個視野 M的BTS站 最旺的地段 這個位置 以前是Super Beach 找換店 現在變成一個 專門幫你 收你手袋 和皮鞋的店 可想而知 這裏的店主 一定是Super Beach 如果不是 怎能負擔得 在這個位置 希望大家看完 到Super Beach